好,现在我们要教的是大气的成状构造,这也是一个重点 这句话看看就好了,不用背 你不用背数字啦,什么50%的大气在距离地表6公里的空中 30%有90%到99%大气在这里,不用背这个 这句话只要告诉各位一件事就是怎样 大气的分布不均匀 底下比较浓密,上面比较稀薄 告诉这件事就可以了,就是下面是比较浓密的 6公里有50% 30公里有90% 所以我想说,你算到100公里就已经很夸张,有没有 30公里就已经99%了,所以在一般已经很夸张 那这才告诉你说它的分布不均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重点是大气有分层 好,重点1,它根据什么分层 重点2,它分做哪些层 重点3,把1跟2加起来 重点4,它的涨降 重点1,它根据什么分层 根据温度的垂直变化 意思就是高度越高,温度越高 还是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要做温度的垂直变化 重点2,分哪些层 要背,要到次序背 从最接近地面层到天上 背流层,平流层,中气层,增温层 好,已经到热气层,分到4层 所以重点2,分哪些层 背流层,平流层,中气层跟增温层 重点3,把1跟2加起来 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晓得哪一层是高度越高,温度越高 哪一层是高度越高,温度越低,哪一层 重点4,长相 这个长相,我跟学生说 他的长相,超人长尾巴 Superman,长尾巴 然后呢,就有分层 你如果记得长相 然后再配合你背过那些层 你就会自然晓得 这一层是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这一层高度越高,温度越高 这一层高度越高,温度越低 这一层高度越高,温度越高 你就自然就会晓得了 所以如果你记得长相 那后面那些,你自然而然就会晓得 哪一层高度高,温度高,哪一层高度高,温度低 好 再来就是各层的介绍 第一个叫做对流层 对流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们国中不教你为什么 阳光的能量大部分穿过大气 大部分都是被地面吸收 好,通常被地面吸收 地面吸收之后再放出来 就像前面讲过 放出长坡辐射红外线 才来加热地球 所以对大气层而言 它的火炉在哪里 地面 所以越靠近火炉就会怎样 越热 所以越低地面温度越高 越快温度会越低 每上升一公里下降6.5度星 第一 第一 地球科学的联考程度考试 到目前为止 没有考过计算 最接近考计算力 是到晚会讲到那个相对湿度 而且那一集怎么考出算 那一集还不是用国中程度考相对湿 用高中程度入点温度考 可是没有关系 屏幕说你说A除以B叫相对湿度 给一个表格 从表格看到A看到B 然后把它列湿 你只要列湿就好了 30分之24这样就列湿就好了 你就不用算出来 这个是最接近考试算机的一次 如果这样的东西还这样的 一 目前为止 联考程度的低考试 每考过的低算 二 如果这一题 这一题有考 考什么 老师喜欢考的 好 喜欢考的 玉山高4000公尺 加益屏蔽温度26度 请你算 玉山30温度几度 4000公尺4公里 每上千公里6.5乘以426度 底下26度 降26度 0度 这考继继绅 ok 这考继绅 一 我刚讲过的 联考到目前为止 没考过 二 按照联考的出题习惯 如果会考这一题 这6.5度会减 三 虽然联考会减 你还是给我背夹 你这给我背夹 你上升一公里 下降6.5度C OK 好 阳光的能量 从地面 穿过大气被地面吸收 从地面放出来 空气才吸收 所以高度越高 温度越低 然后呢 每上升了 下降6.5度C 然后呢 对流层 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呢 温度就不太变化 这个谷说要同温层呢 现在很少人说明词了 那对流层底 大概十一十二公里 十多公里 它会随季节跟温度不同而不同 基本上是地面温度越高 对流层底就越高 所以夏天比冬天高 低温度比高温度高 那么我们考试喜欢考虑这个 因为它这里啊 下面是热 上面是冷 热空气会上升 冷空气会下降 所以就有对流现象 因此它叫做对流层 那么 空气的水 几乎全部都在对流层这边 因此造成一个结果 一般老师喜欢考后面那句 一般老师喜欢考后面这句 请问天气现象发生在哪一层 画一个大气分层图 写上甲乙丙丁 问你天气下方在哪一层 甲乙业还是丁 最下面那一层 一般老师喜欢考这个 最后这句 天气现象发生在哪一层 我喜欢考前一句 为什么 为什么天气现象发生在对流层 因为对流层对流旺盛 水气丰富 它必须要有热空气上升 冷空气下降 它会到天上凝结成云 所以要对流旺盛 同时有水 没有水就不会有云 就不会下 所以要两个条件合起来 所以我喜欢考前一句 因为对流旺盛 水气丰富 但是一般老师喜欢考后一句 请问你天气现象发生在哪一层 答 对流层 对流层 OK 这是重点 下面一个不重要 扛个算 对流层上面的股 喷射气流 产生热气流 强烈的西风 西风 冬吹的西风 旧课本写的比较夸张 时速1000公里 这个处置比较正常一点 秒数100公尺 这个强烈的喷射气流 二世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人曾经利用这个喷射气流 放气流大战 去封炸美国 有封炸成功 但是当时的美国政府 风所消失 让他们的民众知道 能引起恐慌 哦 飞进来的风炸 飞进来的风炸 现在是飞机会 利用过的人 避免 这个喷射气流 你如果去过美国 飞去美国 飞回来过 你就知道 你从台湾飞 美国怎么飞呢 台北起飞 由西往东 就飞过去了 对不对 你说美国怎么回来的 你会从阿拉斯加 从这个人家吵到下来 干嘛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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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速 秒数100公尺 所以表示 那个 一秒 一分大概6公里 300多公里 所以他的300多公里的西风 你从游戏网中飞 你从美国起飞 由东往西飞 你的飞机飞 时速300公里 空气往水回来 300公里 飞半天飞 你从游戏网中飞 你要避开它 你要避开它 所以 你会 避用或避开这个西风 这个国中没有教 不重要 看过就算了 OK 很重要 国中这个是 我多讲 对流层顶的上面 大概到50公里 一般叫平流层 平流层的空气 就是所谓的平流 它呢 是高就越高 温度越高 因此呢 它就没有对流 它下面的温度比较低 上面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就没有对流 它是水平流动 所以叫做平流层 因为它都是水平流动 因此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下面那一个 长城客机 喜欢飞在平流层的底部 一 为什么是平流层 因为平流层的空气 都是水平流动 而且它没有天气现象 不会刮风下雨 打雷台风 所以它是会很平稳 都给你乱了 对 它是平稳舒适 而且安全 那为什么要在底部 因为飞得越高 就要飞得越远 飞越高就会 低一点飞比较好 那为什么要长城客机 因为短城用不到 台北飞高雄 台北 台北已经有北高航线 台北飞高雄 飞机 冲上机场起飞 爬爬爬爬 准备要进 没有就是说 我看你不会下降 用不到 所以叫长城客机 好像更加用到最低的 那這個是 還有上面一句 是有人問過 平流層的空氣是水平流動 那有地球法 所以萬一你有一些渣渣 噴進了平流層裡面 它就很難掉下來 比如說火山爆發 噴出來的強烈的噴射 那火山會噴進了平流層 它就在那邊到底的話 那好久都下不來 就是以前 現在已經沒有了 古時候 冷戰期間 怕爆發什麼核子大彈 有所謂的核子風天 什麼意思啊 就是如果每初發生核子大彈 你炸過去我炸過來 然後這些核彈的一些 運動於那個煙塵 衝到了平流層之後 就在上面浮下來 遮住了地球 擋住了陽光 再下過來 這邊變得很冷 東天 到蛾子東天 第二個就會開始做到發現 另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有渣渣 跑進了平流層 它就很難掉下來 還要撐很久 這裡為什麼會高度越高 溫度越高 因為跟臭癌 剛才跟你教過了 臭氧會吸收三萬元 剛才教臭氧會吸收什麼東西 紫外線 它會產生一堆的化學反應 國中不教 國中不教臭氧怎麼形成的 國中也不教臭氧怎麼樣 吸收紫外線的 可是學測也有考過 不過沒關係 學測就考閱讀 直接把它都寫在上面 你看完就會了 不用先學到 看完當種看當種就可以了 沒關係 反正它就是因為臭氧的關係 然後這邊吸熱放熱 然後總和結果就放熱 所以溫度就越高 所以就像這個狀況 OK 所以它為什麼這裡高度高溫度高 因為臭氧 那大概有2、3 這個每個版本的數字不太一樣 但大多數的版本都寫2、30公里的地方 臭氧含量特別多 那叫做臭氧酸 含量酸是相對值不是絕對值 別人只有0.1% 我有0.3% 這叫做我臭氧含量高 這製品還是不高啊 它那個相對的比別人多一點 臭氧含量多 OK 這是臭氧酸 因為它臭氧酸就會負含臭氧 然後吸收紫外線 保護地球的生物 之類的 剛才有臭氧酸我們剛才跟你講過